40噸貨櫃車壓爆小車 一死一傷 這輛重達40噸的貨櫃車 昨天上午就倒在中山高 北上泰山收費站前的這處下坡路段 貨櫃車車頭撞得稀爛 後方的貨櫃也凹了一大塊 肇事的41歲貨櫃車駕駛賴和張對警方說 昨天經過這處下坡路段時 煞車出現故障 他本想將貨櫃車開往路間 但發現路間有三輛清潔工程車 他趕緊拉回左側 卻撞上左前方銀色轎車 接著失控衝向路間 壓上第一輛清潔車 花行30公尺才停下 清潔車內53歲駕駛陳永舟 內出血蠶死 40歲女清潔員侯麗珍收腳擦傷 銀色轎車車尾全匯 幸好無人受傷 我先去撞到插狀 一台駕駛 他失控 我去路間 他就這樣子從這邊再過行 他的車子已經傾斜了 然後傾斜到我前面那部車高 壓下去 貨櫃車駕駛表示 是煞車失靈才失控反覆 警方調閱貨櫃車行車記錄器和保養記錄 發現車況已切正常 懷疑駕駛車速過快 沒保持安全距離釀貨 已將駕駛依業務過失 自死罪嫌送辦 動新聞台北報導 去列車 為咖啡 合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